将焦点来看到 四大公投案落幕之后 传出总统蔡英文 号召党政要找商讨 县市合并升格 甚至可能从六都变九都 苗栗县长徐耀昌就开轰 新竹市长林志坚机关算尽 民众党立委高宏安 更因为将投入 2022新竹市长选战 新竹县市是否合并 身兼党主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对民进党开炮 批评绿营民调输给高宏安 就推县市合并大批很荒谬 要民进党不要整天想选举输赢 整个国家都不顾 不要为了选举去搞特殊的情形 整个党整天在想选举 为了选举要输赢 整个国家都不顾 县市合并牵扯选举布局 如今传出民进党政府下个目标 要推六都变九都 让柯文哲炮口对准中央 北北基办公室 公文也送进行政院 我跟你讲他一定要存餐 就不理我们水利 交通 都市计划 社会主义 全制作为不做 那直接搞县市合并 不要为了选举而选举 这个国家真的被民进党搞选举搞垮掉 尤其民众党立委高宏安 早就瞄准下届新竹市长大选 但绿营此时强推新竹县市合并案 是不是替现任市长 已经无法连任的林志坚 再开选举大门 柯文哲质疑有政治盘算 当然是 他如果民调赢高宏安 他也不会弄 他一定是有去做民调 越做越不对劲才要这样做 就很荒谬嘛 就讲过了 六都已经不对了 不要再不对上面再继续凑下去 为了一个人 他想要当未来的市长 而扬身定做 然后把民进党都赔下去 苗栗县县长徐耀昌同样满肚子祸 先前期待竹竹苗合体 但林志坚却提出苗栗竹南 头粪并入新竹县市 其他乡镇划分到台中 让徐耀昌痛批 只要两个金鸡母吃相太难看 不要机关散进 你今天的作为 你是消灭我们苗栗吗 你把苗栗当做什么 国土规划议题 如今却可能有选战考量之一 蓝绿白之间战火 恐怕还是烽火连天 接着我们下午相三台火道